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她和容祖儿蹭热度,好好一张迪士尼再逃公主的脸,可惜长这张恶毒后妈的嘴,陈小云情伤堪忧,陈小云美妈整过是真的,美也是真的。超新兴运动会上,她不是因为一套白雪公主的造型被广泛称赞为迪士尼再逃公主吗?但这么好看的女孩怎么情伤如此低呢?浪姐二公演,她和容祖儿一对, 容祖儿是队长,分配歌词时,她不想唱难度大的,也不想唱高音,只想唱开头。容祖儿怕她唱不好影响全队发挥,便提出让她唱高音,陈小云当场垮脸。之后容祖儿表示,组员轮流唱下开头,唱得最好的获得歌曲开头的演唱权。谁知陈小云直接爆哭,暗示容祖儿欺负她唱功不佳, 逼得祖儿蹲在她旁边哭着道歉。节目播出后,为祖儿抱不平的网友去陈小云微博评论区留言,被陈小云回怼。 感谢你们给我加的这些热度,你们啊,真的心疼祖儿姐姐,多去她那里留言加油打气刷热度什么的,真心话。 眼下之意,容祖儿别来蹭我陈姐的话题。 此话一出,本还心疼她的路人瞬间倒戈,一致认为这娃嘴太臭。陈小云情商低,这应当毫无争议。 比如一言不合就哭,明明容祖儿,江应荣,陈子彤都在好好摆事时讲道理。 陈小云一顿花式流眼泪,顿时全场人不知所措,最后只能围着她安慰。 之前看《我家那小子》时,陈小云也是不分场合、时间、地点的哭,我若我有理地赶脚。 哪怕是在讲道理时,陈小云也做不到好好说话。 别人都说,我认为、我建议、我觉得。 陈小云直接下命令,唱功好的必须唱高音。 超新型运动会时,她自曝说,从小有游泳天赋,但英雄不发育太好, 未能进入国家队。 但有专业人士指出,发育好坏,不影响成绩。 再大的胸也会被专业勇一勒平,详情可见,博元慧。 陈小云撒着小谎,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 还有点反尔赛的意味。 不否认她身材好,但不必碰瓷国家队吧。 老实说,陈小云红得不容易。 2010年出道,当了六年名不见经传的绿叶, 直到演完《如意传》才小范围出名, 为了红,她也是满瓶的。 整容不多说,显而易见,且亲口承认的事实, 是大整,加宽,加深双眼皮, 全骨内推,两颊磨平, 山根拔地而起, 鼻尖垫高,整前土牛整后女板陆寒, 滤镜下上算成功。 抓住一切露脸的机会, 别的小花谈恋爱躲躲藏藏, 她偏移与小童女朋友的身份出现在我家那小子二上。 随后两人又一同录制超新型运动会, 此次浪姐和荣祖儿起冲突, 更远也是陈小云想在表演中突出自己, 而荣祖儿希望她能为全队的演出效果做出妥协。 虽说黑红也是红, 但陈小云明显还没到可黑红的咖位。 想想杨幂, 光爆火后才走黑红路线, 陈小云缺一部爆火的主演作品。 在爆红之前, 如果陈小云继续保持低情商, 只会败坏路人员, 最终只有黑不见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因身材颜值走红, 又因内涵荣祖而被骂, 陈小云的低情商还有旧吗? 娱乐圈绿茶女明星又有新提名, 让我们欢迎陈小云。 今天一大早, 陈小云就靠着一股阴阳怪气的发言, 登顶了热搜。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一位网友, 在陈小云的社交账号评论区爆料, 她在节目里说了东北脏话。 陈小云看到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回怼道, 东北脏话是什么? 假料,某全家那位你真不怕吗? 感谢你们给我家的热度, 我微博每天访问量也是挺大的, 各个品牌爸爸们也是很满意的。 你们啊, 真心疼祖儿姐姐就多去她那里, 流言打气, 刷热度什么的, 真心话。 她这段话摆明了就三个意思, 第一, 她现在热度很高, 荣祖儿压根不如她, 第二, 她很受品牌, 爸爸青睐, 第三, 她对现在黑红状况很满意, 但讲真, 她真的比荣祖儿热度高吗? 众多网友也对她这段发言很不适, 荣祖儿难道不比她红多了, 她不火是有原因的。 这次陈晓云会发言回对网友, 还硬搓荣祖儿和前段时间她受到的一些争议有关, 而这件事是这样的, 《荣祖儿》前段时间不是播出四公分组阶段了吗? 陈晓云和荣祖儿还有张新宇、江应荣、吕一、 陈子彤、江露霞被分到了同一组里, 荣祖儿是队长, 他们这组需要演唱的歌曲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听完demo之后, 小组成员们纷纷表示, 这首歌前面需要很饱满的情绪, 高音难度系数很高, 对专业歌手来说难度都很大, 所以陈晓云一上来就率先选走了她眼里难度系数最低的A段, 但是组内的几位歌手给出了他们的专业意见, A段需要唱出韵味, 而作为开头, A段是很重要的, 需要负责带观众进入情绪, 并且这也不是音准对了就能够唱好的歌, 难度很高, 这些话很明显就是在表达 陈晓云驾驭不了这一段的意思, 结果陈晓云就是听不进去, 她说, 以我外行人的角度, 后面那段高音很多很难, 所以我唱不了, 你都知道你是外行人了, 怎么还不听那行人说话呢? 在开会的时候容祖儿也会很委婉的语气说清楚了, 这首歌前面是真的需要很细腻的感情输出的, 所以这段你们来唱是真的有点难, 话到说到这份上了, 按理说外行人总该好好听一听那行人的建议了吧, 结果外行人陈晓云就是不听, 祖儿, 你相信我们, 我们可以是通过练习唱出细腻的情感的, 都是练习, 为什么练习情感可以, 练习演唱技巧就不行了呢? 在场面僵持不下的时候, 老师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既然这样大家都各自带入情感唱一唱, 我来看看谁可以负责哪一段, 这个提议怎么看都不过分吧, 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溜溜呗, 结果陈晓云就不干了, 你现在要我唱我肯定唱不好, 我肯定要改断, 说着说着还挖的一声哭了,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逼我, 在那么多人面前唱这个, 搞得一心为了表演整体性考虑的队长容祖儿都被气哭了, 最后还是容祖儿来给他低声下棋的道歉。